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李安生 欢迎收看12月的十大好球 德古拉对到老冬家毫不客气 展现他瘦身有成的成果 哇 这个身体挺结实的 哇 这个跑动能力比去年差太多了 来 第二球 哇 古马维加这个变速变挡 同时吃掉了两个海城的丘焰 又是新秀的对决 其中一个是新秀丘子仙娃 新秀的对决的较劲的感觉 我们来看第八名 李安生的推进速度很快 然后吃掉老冬家 也是老队友的Breakerman 然后展现他的企图心 然后可是刚太亢奋了 被俞隆老师警告了一下 对对对 汤超我技术方向 然后来看第七名 哇 凯翔这个切入 哇 这个假头真传 哇 传给也是老队友 布拉 布拉布拉 对对 然后来看第六名 凯翔传给李安生 我传给骨毛 哇 这个 哇 传给了汉生这个双后卫的连线 哇 骨毛的视野也很好 哇 这个 这个 一般李安生的球员啊 就是不太跑这种后门篮下的得分 对对对 这比较难得可见的 的一个得分方式 然后来看第五名 我说这个切入啊 我被阿修罗盖下了 哇 这个NBA等级的对抗 哇 阿修罗 然后这一球略胜一筹 对 那我来看第四名 提姆 然后传给了阿玛瓦 阿玛是空中接力 阿玛瓦是四野 这个假头真传 传得很到位哦 五颗星我应该给四颗半星 对对对 半颗路再传得更高 那个布兰应该更轻松一点 好 来看第三名 哇 这一看就是 嗯 冠亭的三分拳击 还来 哇 我这每一球就 这三分蛋 有如柯里的神准 哇 那天应该是有看柯里的影片 哇 这个每一球就是 目中无人 拔了就起 起了就近 然后也帮助球队拿下 嗯 这个关键的一胜 哦 因为他好像 那时候拿大三元的时候 要泼我咖啡啦 对 然后我就好不客气 看到个高粱 然后我就 嗯 帮他庆祝一下 然后来到第二名嘛 哇 宜涵生这个 切入假头真传 在独秒的时候 传给阿修罗这个灌篮得分 哦 这个气氛大师又来了 气氛大师 好险南框好像没什么损伤啊 好险南框的部分 有做加强 对 那说他跑位跑得够扎实啊 说他已经独秒阶段了 已经没有选择了 第一名 哇 这个 传球 那个 那个德国拉 被挡得很到位 然后阿茂 哇 这个 后门 然后投了这三分球 投了很及时 然后帮助球队 追评这个分数 然后好像这些球也是 黎安森的大三元就在OT2达成 哇 有点辛苦啊 打到后面就有点快抽筋了 对对对对 就是赶快比赛结束 赶快回去休息 休息洗澡这样 对对对 哇 这个大三元这片段 哇 对对哦 对我的喝彩 哇 有人 泼水 泼咖啡的 嗯 所以我记起来的 所以 那个冠亭那个 那个 得了27分 那个我就有点 把他加料一下 对对 还在模拟庆祝的方式 对对对 所以 就希望还是他能 在球上多投进一些三分 才可以多一些 庆祝的方式 可以多模拟一些 不同的方式来庆祝这样 对 我觉得应该是剑宇 剑宇应该也算满有机会 因为毕竟 我们现在可能就三塔 参塔还轮替嘛 然后我们风仙人员比较短 然后剑宇又是现在还没有 要少登陆上场的球员 然后他也都很刻苦地训练 我们都很支持他 很鼓励他 然后我希望他之后的比赛 一定会大爆发 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个 十二月十大好球 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然后 希望下次有 更多不一样的球员 来 来 来讲这个十大好球 这个部分 谢谢大家 by bwd6 感谢观看